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经常会去玩的一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找找回忆 这个公园非常好玩的一点 就是这里有很多漂亮的金刚鹦鹉和小鸭子 所以就很适合一家人来这里野餐或者BBQ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三菱汽车给我提供了这样轻松和休闲的一天 我也是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从女性的角度 对我身后的这辆全新一代的Eclipse Cross城市SUV 进行一个试驾的体验 作为女生的一款车的外观是非常重要的 这款车它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很大气 非常有流线型 会给人一种未来的感觉 我很喜欢它侧面车门以及车窗的设计 我觉得女生开起来会很酷 车门也是采用了一个全包裹式的车门 上下车的时候就不容易蹭脏衣服 全新升级的LED灯也是很现代又很炫酷 非常的明亮 内饰的部分 首先它的座椅是很舒适的 尤其是在腰部这里 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感的 那除了座椅可以电加热之外 方向盘也是有加热功能的 这样到了冬天就会觉得有一个很贴心的暖手功能 那它中间的部分是有一块8英寸的液晶触摸屏 操作起来是很灵敏的 系统也是自带导航的 同时支持苹果和安卓两个系统 那它的抬头显示屏比较小巧 而且可以清晰的显示导航时速 以及一些安全的提示音 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驾驶安全上来说 也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后备箱的空间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 也是足够用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从国家三维风产出来之后 我们一路向南来到了一个风景 非常好的观景平台 前几年来的时候 我就在这看到了一辆冰激凌车 就是这辆冰激凌车 所以今天又看到它 我觉得还挺亲切的 这辆冰激凌车 就是迅速的气候 这辆冰激凌车 所以我们曾经接着 对我们来说 有这个更多温暖的一片 没有用来的 你可以点开 甜点 。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ed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If you and I, the future is bright 我自己的驾龄时间还是挺长的 已经超过10年了 也算是一位驾驶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了 那在驾驶上对于女生来说 我觉得方向盘轻是非常重要的 这款车我开下来就会觉得它的方向盘很轻 而且转向很精准 无论是在城市路段还是说这种崎岖的山路 我觉得都是很好操作 很好上手的一辆车 而且这款车它的胎噪也很小 关上门之后会觉得室内是很安静的 还有一点让我感触特别深 是我觉得这款SUV 它的A柱要比我开过的一些其他的SUV的A柱都要窄 所以它前挡峰的视线以及两侧车窗的视线是非常广阔的 包括它的后视镜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就会觉得盲区盲点是很少的 那么它的安全性就会更高一些 既然提到一辆车最重要的安全性 我觉得这辆车的表现还是非常全面的 比如说我们在并线的时候 当后面有车不适合并线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提示音 而且在后视镜上也是有指示灯的 那当我们到车出库的时候 后面有人或者有车经过的时候 它也会告诉我们现在后面是有安全隐患的 那当我们偏离了车道 它也会给我们一个提醒 还有就是我们跟前车距离过近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刹车 这些安全系统在我们日常行车来说 是非常重要以及实用的点 尤其是对于女生 那我们在路上就会有更多的驾驶信心 那这款车型它除了有城市路段的这种普通驾驶模式之外 它还有雪地模式和沙石地模式 所以它还是具有一些越野功能的 尤其是在假期我们自驾出去玩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路段去切换不同的模式 这款车我还有一点是很喜欢的 就是它在前侧以及左侧是有摄像头的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路况 尤其是在靠边停车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看到车距离前车以及距离路基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实用的 尤其是对于女孩来说是很友好的一点 那经过今天一天的长度试驾 我觉得这款车无论从外形到安全性到驾驶感受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年轻小伙伴 以及年轻夫妻的一款城市SU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